我們廚房的收納也很大心 去做下拉設計 這樣除了可以經過收納量以外 拿東西也很方便 嘿 現在就帶大家來參觀我家的收納空間喔 這是你家嗎 當然是喔 這是我家 真的有電嗎 是冰的 現在冷藏房都在上面 然後那種什麼 坐冰的都在中間這一塊 因為冷空氣其實是下的 所以其實最理想化就是 冷凍的在下面 上面是冷藏 換起來 我們會不會太盡責了 對啊 這是幹嘛 業配啊 我喜歡這一個 為什麼 我真的喜歡這個 因為我 我不夠高 所以有時候櫃子太高的時候 你要拿櫃子上面的東西很不好拿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這樣子下拉設計 有沒有 就算你很矮 你要拿上面的東西 你拉下來你就可以拿得到 那你本來說到 就帶新娘的下拉設計 這樣不然還能增加收納空間 一碗 就很便宜 3 2 1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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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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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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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4 2 4 4 籍2 1 它不是冰箱 它看起來外觀很像冰箱 但是其實它是電子衣櫥 因為衣服的材質其實是 不怕太過濕的空氣會發霉 那它這裡面它可以除臭除菌 我覺得它功能非常的好 這整個空間其實都是可以自由靈活運用的 它的隔板 它的隔板旁邊都有小洞洞 就是你可以靈活去運用說 我這一格我要放什麼東西 如果是像這種比較高的收納桶子的話 你就可以讓它的寬度更寬一點 然後高度更高 你就可以幫它 這一格歸納成收納隔的櫃子 它整個這個收納可以算是收納櫃 也可以很靈活的變成你想要的空間 跟乾爹呼喊一下 是不是年度代言應該要 這樣子的話我就要很認真說了 希望大家進入這幾場戲 都可以看到我的專業 還有我介紹的時候 就甜美的外角 笑我 Sonic的老闆們 本人叫尤詩錦 請找我代言 聯絡電話 我最近買新廚 想跟設計師討論總統 像我心目中的樣子 但是 平衡不是很大的 其實只要改變收納的方式 趕快的空間 就可以到我們不趕快的生活方式 現在有很多人都想在出來辦公 我們就把收納用的架子 變成行動辦公室 我們展示的空間也能夠 只要人可以收納 在這裡變成廚房 我們廚房的收納也很大心 是做下拉設計 這樣除了可以經過收納量以外 拿東西也很方便 很多東西都可以放在裡面 空間感也會變更多 真是很大心 像我新廚的門口比較小 家鄉我還是一個鞋控 只要看到家爺爺 就像妹妹來穿也是收藏 所以那裡就越來越多 如果這樣也可以參考我們這座 好收納的旋轉鞋架 可以把鞋子收納得很整齊 除了鞋架以外 我的電子衣櫥也可以放在玄關 外廚的大衣 或是馬丁烤肉味外套 回去廚的時候 直接放在裡面 可以除臭除菌 真的很方便 真的很感謝你 不客氣